女人退下外衣露出男人伤害她的疤痕 她当时背叛父母和心爱的男人私奔 怎料在她生下一个男孩后 男人竟娶了另一个有着丰厚嫁妆的女人 不仅如此男人还亲手把她卖入了妓院 这是很多印度女性的真实遭遇 她们不但被陌生人拐卖 甚至有的还被丈夫或者父亲亲手卖掉 贫穷的索尼亚的父亲将未成年妹妹卖到了妓院 为寻找妹妹索尼亚跟着债主老婆来到梦买 谁知她也和妹妹一样被狠心的女人卖了的好价钱 幸亏她瞅准换班机会才跑了出来 然而原本以为警察会帮她解救出妹妹 谁料早已和妓院暗中勾兑的警察竟又将她送回了妓院 老板威胁她假若你在逃跑 我们第一时间就会将你妹妹杀死 随后她还放出了一只带有剧毒的眼镜蛇 索尼亚痛哭流涕发誓以后再也不会逃跑 或许出于同情 老板的相好马度里说 如果你遵守规则的话 我会恳求老板让你见见你妹妹 听到这个消息索尼亚终于安静下来 这天一个男人来找杜米拉 他提出想找一个新人 他希望是个黑人女孩 杜米拉叫出了索尼亚 此时他才发现这个男人正是之前提醒他快跑的旅店老板 他说自己经营一个组织 专门帮助像索尼亚这样的女孩 他告诉索尼亚会救她出去 杜米拉很喜欢索尼亚 他时常偷偷关照她 给她拿些别的女孩吃不到的东西 杜米拉开始吐血 他并未将这件事告诉别人 他偷偷去诊所才被确诊得了艾滋病 医生说无法治只能用二二字控制 这天夜里索尼亚趁老板不在 他拉开抽屉拿出老板的笔记本 记下了上面的号码 随后他将这些信息给了客栈老板 在杜米拉的恳求下 老板带索尼亚见到了妹妹 索尼亚痛哭流涕说一切都会好的 我们一定会离开这里 妹妹怪罪都是姐姐的错 没想到日思夜响的妹妹 竟然将索尼亚赶下了车 她不知道此时的妹妹 已经染上了毒瘾 晚上和杜米拉在一起的老板 突然感觉到手上沾染了鲜血 她转头看到了枕头上的血迹 对了门外传来的一阵骚恶 客栈老板带着警察来偷袭 老板交代马上把索尼亚和丽亚 一个未成年女孩藏起来 他们被关进了一个暗档 客栈老板终于找到了暗档 然而只有一个女孩跑出来 索尼亚却躲在里面不敢冒头 她怕自己跑了后妹妹被坏人杀死 警察督促旅店老板马上走 旅店老板知道他们是一伙的 但也没有办法 他们只是来配合交差而已 打发走警察后 寄院老板将杜米拉关进了小黑屋 晚上索尼亚和杜米拉就被带上了集装箱 12天后轮船抵达了香港港口 索尼亚被他们用高压水枪冲洗干净后 送到了维多利亚港旁边的五星酒店里 随后他们又被送上轮船 杜米拉回忆起当年他们一家去普什卡过骆驼街 姐姐早上没有吃饭 中途她决定下临时车站买些东西给姐姐 可下车后那里太拥挤 她找不到自己的车厢 最终错过了五分钟的停车时间 之后她被一伙人抓走 那时候她比索尼亚现在还年轻 当她到梦买时 妓院老板开始很照顾她 但后来她也丧失了人性 索尼亚才知道原来杜米拉也是被诱拐来的 昏昏沉沉不知道多少天后 他们被卖去了洛杉矶 索尼亚接待的是一个开朗的富豪 她拥有带着泳池的大别墅 这样天堂一样的生活是索尼亚一生都无法想象的 趁富豪洗澡时 她打开了邮箱 阿玛的邮件月入了眼帘 她问索尼亚现在在哪里 原来她一直在寻找索尼亚 她去了梦买的妓院 却并没有找到她 突然男人坐了下来 索尼亚连忙站起来 男人安慰她放轻松 这里她可以放心的上网 随后男人问索尼亚是否有手机 她说每个女孩都有一部手机 即使是11岁的孩子 中学生的他们互发调情短信 好心的男人送给索尼亚一部手机为礼物 每一会男人就收到一条信息 说你的朋友很快就会来接你 索尼亚被辗转在一个又一个主顾之间 和阿玛在一起的时光 成为她最美好纯真的回忆 杜米拉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可她依然要强忍身体的不是去工作 这天两人一起被带到了一个富人的party中 这场盛大的宴会灯火通明 成群的宾客饮酒纵乐 索尼亚和杜米拉商量 两人一起趁机逃跑 杜米拉喝下一口美酒后将杯子砸碎 她瞬间跌倒在地 所有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 此刻索尼亚绝不能辜负她 杜米拉用自杀换取了索尼亚的自由 索尼亚没想到她以这样的方式逃出了别墅 她像小时候一样爬上了大树 躲开了看守的追踪 她赤脚在大街上游走 人们像躲开瘟一般躲开她 她翻开垃圾桶找食物 她还被好心人带到后处吃东西 幸运的是不久就有一个女性保护组织找到了她 这是称为CAS的一个非隐秘组织 她们经常帮助像索尼亚这样的女孩 很多被拐卖到洛杉矶得救的女孩 一起分享她们是如何被骗到这里的 她们来自世界各地 拥有不同的肤色 客栈老板联系到了索尼亚 她就出了自己的妹妹 她知道姐姐为着自己做了很多可怕的事 她们约定好索尼亚马上回家 以便能尽快见到妹妹 当索尼亚回到印度时妹妹却失踪了 客栈老板说她独隐发作 她像很多女孩一样无法忍受戒毒 现在她也不知道索尼亚妹妹的下落 父母来看过了索尼亚 但她并没有和她们一起回去 索尼亚决定帮助其他被贩卖困扰的女孩们 她成为了一名倡导者 致力于打击拐卖贩卖女性 她经常给妹妹写信期盼能早日等她回来 她也坚信妹妹能健康地回来 在印度女性的地位始终是个难以回避的话题 究其原因则是上千年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祟 在印度每年会有100万女婴胎死服中 印度境内的性交易受害者多达数百万人 贩孕者利用妇女和儿童在宗教朝圣中心和旅游景点进行非法交易 从公共场所绑架儿童又使女孩吸毒 针对年龄又小的女孩强迫注射药物 只为让她们的外表显得更加成熟 更严重的是腐败的执法人员收受贿赂 掩护涉嫌贩孕者和妓院老板免受刑罚 爱你的索尼亚 以其真实而残酷的题材和震撼人心的故事情节获得一致好评 她不仅揭示了人口贩卖问题的严重 同样从未放弃的索尼亚的个人力量和坚持不懈的任性 深深打动了每个观众 专注大女主爱情及传奇类题材电影 关注我 好片不迷路 带你解读不一样的爱